哈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在前段时间我们测试了27GR95QE 今天我们来测试它的45寸版本 45GR95Q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45GR95QE采用了环保的赫氏纸皮包装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一个配件盒 配件盒里面有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个遥控器 一个电池 一个螺丝刀 一份说明书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信息很少 指标注了γ为2.2 色准小于5 周温值8500K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曲面设计 曲率达到了惊人的800R 它是目前为止 四面中量产最弯的屏幕 正底边则有一条电镀工艺的小下巴 在小下巴中央位置的开孔 做了一个红外接收器 正面正底部取消了 原有的五项摇杆按键 只有一个开关按键 底座则是全金属的材质 质感很不错 我们再能从侧面来看 它的面板厚度非常鲜薄 仅为7.6毫米 并且做了金属拉丝的包边设计 质感不错 背面整体则做了一个六边形的小背包 用于容纳驱动元件 在背包的两侧 分别有两条RGB灯带 整体的外观设计风格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27GR95QE 是保持了一致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 以及1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由于是待遇屏的缘故 它并不支持垂直旋转 在实际的使用中 整体的调试阻力感是不错的 接口方面 它背包的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光纤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在正底部位置 还有一个3.5毫米的DTS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UltraGear的动向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以后的D专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是比较通透的 色彩艳丽 且不会过饱和 但观感亮度会偏低 通过仪器的测试 默认白点亮度为182L 色域容积达到了137.3% PBI为82 实际的字距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是一般的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垂直条状排列 但并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RGB指像素 而是RWBG四色像素 这使得它在显示黄绿颜色的时候 会出现彩编的现象 R11菜单方面 依然是熟悉的UltraGail动效UI界面 菜单的功能排列 动画效果都属于是显示器的第一梯队 菜单的操作方式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27GR95QE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仪器的测试 默认出场为8492K 在色温选项中 还提供了暖色 冷色 自然色调节和手动四个模式 实际仪器测试 暖色为6493K 冷色为9353K 自然色为7350K 手动选项 则可以支持4000K到1万K的调节 另外在不同的色彩模式下 它的色温也会不同 其中 玩家1模式为8492K 玩家2为9307K FPS为7840K RTS为7342K 振动模式为9304K SRGB模式为6705K 至于空间方面 它默认的是P3色域 菜单中还有SRGB模式的开关 在默认的P3模式下 色域覆盖为97.4% 平均色沙值1.67% 最大色沙值3.21% 表现尚可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为99.7% 平均色沙值2.72% 最大色沙值5.6%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是蓝色和粉色区域 表现相对一般 同时 它还支持硬件校准 这一点我们在 27GR95QE也说到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跳转到1177观看 SDR亮度方面 和27GR95QE一样 做了一定的超规处理 在各模式下 都有不同的亮度机制 我们分开来讲 其中 玩家1和玩家2模式 没有明显的ABL机制 玩家1模式的各APL状态 均控制在180L左右 玩家2模式则略高一些 亮度控制在200L左右 FPS和RTS模式 则存在一定的ABL机制 在0-75%的APL状态下 亮度会略高 在210L的230L之间 但全屏白点亮度 只有150L左右 生动模式 有着比较明显的ABL机制 在0-25%的ABL状态下 它的亮度超过了380L 但从25%-100%的APL状态 会逐步下降到130L 这个模式 用户对于大小窗口亮度的变化 感知是比较明显的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ISO图像 如图 深绿色为它的峰值区域 亮度超过了200L 浅绿部分的亮度 则在150L到2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的测试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距为16% 整体的表现相对是一般的 切换到色温模式 紫色区域为8500K左右 蓝色区域为8700K左右 右侧边缘的绿色区域 则为8800K到9000K之间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 是可以接受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ine的特性 屏幕处于是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它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照度对比度方面 我们测试它不同 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如图 整体的曲线和ZOline面板 是比较接近的 但相比于我们之前测试的 WOline要逊色一些 不过它依旧好于QDOline的面板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肉眼观测 表现很优秀 同时我们从四角呈现一测试 生成四角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于是最佳四角 垂直角度达到了65度左右 水平角度则是50度左右 对比度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现象 黄色区域属于是优秀的水平 绿色区域则是可用的状态 从结果来看 45和27GR95QE的表现是比较接近的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条件亮度都不会改变占空比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平散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14.3%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 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和QDOLED差不多 实测5L的状态下 SVM值最高为0.4 小于1 始终属于是CIE不可见的范围 并且在低亮度的状态下 我们发现 它并没有前代42英寸WOLED 那么明显的射接压缩现象 但在极低的状态下 它会和27寸一样 存在一定的噪点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风在456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78%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3440×1440 240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IL6协议 是通道12G 总机48G的带宽 连接PC可以支持到 3440×1440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K映射 同时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 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支持4K 60Hz RGB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致力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 4K 48Hz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book Pro 16 在HDMI的直列下 它可以支持到3440×1440 85Hz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只用Type 3转DP连接 可以支持到 48Hz到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但同样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HDR性能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 理论上 它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同时 它拥有5种HDR模式 分别为 玩家1 玩家2 FPS RTS 和生动 我们测试了这5种模式下的色温 结果如图 白点亮度分为两种情况 玩家1 玩家2 FPS RTS 这4个模式具备相同的ABL机制 而HDR生动模式 则有另外的一套ABL机制 我们先来看前4个模式的ABL机制 在1%到10%的ABL状态下 能达到650L左右的峰值亮度 随着APL的增加 它的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到全屏白点亮度 会下降到134L左右 HDR生动模式 拥有着更高的峰值亮度表现 在实际测试中 3%的ABL状态 它能达到最高的868L的峰值亮度 随着ABL的增加 它的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到10%的ABL状态开始 它会和前4个模式的表现接近 EOTF曲线方面 在莫名的玩家1模式下 它的EOTF曲线和标准的PQ比较贴合 在60%以上的灰阶 开始偏离PQ 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一定的亮部画面信息 这样的优化 亮度不会容易过曝 但会导致实景亮度偏低 玩家2 FPS RTS 三个模式的EOTF曲线相同 它们都是在玩家1的基础上 拉高了20%以下的灰阶的亮度 以此来提亮暗部细节 并且这三种模式 都在不同程度拉高了画面的锐度 SDR深度模式 比前面四种模式都要激进很多 不仅全面提高了EOTF亮度曲线 并且提升了所有颜色的饱和度 整体EOTF曲线的调校 和之前27GR95QE基本是相同的 SDR实景亮度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 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深层尾色图 生动模式下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为508L 其次是FPS 448L 玩家1模式 435L 玩家2模式 426L RTS为412L 情况到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SDR深动模式能达到658L 玩家1模式为577L 玩家2模式为524L FPS模式为520L RTS为490L 整体实景亮度表现 相比27GR95QE更高一些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片源是16比9 画面整体的APL较低 这才使得它们能达到更高的实景亮度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比较优秀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中等 画面整体的层次感表现是不错的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它原生10比特的射身 射击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任何的色彩断层的现象 表现非常优秀 SDR游戏体验 它同样拥有不错的色彩还原 但整体画面的观感亮度偏低 暗部表现一般 开启深动模式体验会有一定的改善 整体来说 LG45GR95QE作为一款OLED旗舰 拥有像素机的控光 整体的HDR画面对比度和层次感表现都是出色的 但HDR实景亮度的表现低于我们的预期 希望LG后期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 它通过的CMR13000认诊 这是目前Visa提供的最高运动清晰度等级 面板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接响应速度方面 它没有预设OD档位 实际使用仪器测试 平均灰接响应速度达到了0.234毫秒 通过分析波形 在部分的灰接转化下 最快值甚至达到了56微秒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部分的灰接转化下 会出现过冲的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过冲为8.37% 最大过冲为22.78%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实际在各类FPS游戏体验下 得益于OLED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加240Hz的刷新率 整体的运动清晰度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出色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4种不同样式的准心 但准心太小 点感不佳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0-100级的调节 调节到最大之后 暗部细节有一定的提升 并且画面没有出现发挥的现象 但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 还是相对一般的 帧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8-240Hz VR可变刷新率的显示 呈现的样式是半透明的状态 最后我们来说下它的防烧屏机制 内置了屏幕移动 屏幕保护程序 图像清理和像素清洁四个选项 需要说明的是 像素位移和20青春的版本是一样的 都预留了用于像素位移的像素碟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添添榜的表现 拆开背面的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它内部的元器件 主要有底部的按键PCB 两侧的灯带PCB 金属屏蔽照下的驱动板和面板本体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部的按键PCB 它集成了一个红外接收器 和一个贴片式的LED灯珠 两侧灯带PCB上印有LG自家的logo 上面各有10颗贴片式的LED灯珠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屏蔽照下方的驱动板元件 打开屏蔽照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涡轮风扇对驱动板散热 驱动板的主控IC4连发科的MT9810 它是一颗原生支持48G 满速HDMI201带宽的显示驱动芯片 旁边配有6颗三星DDR3的内存颗粒 单颗256兆 总计1.5G USB接口位置有一颗锐域的USB3.0HUB芯片 形容为RTS5411 用于实现显示器的USB上下型功能 灯态接口旁有一颗N字谱的微处理器 它是一颗KOTEX M0加的架构 用于控制背面的RGB灯带的颜色变化 音频接口的位置 还有一颗锐域的DAC芯片 形容为ALC4020 用于实现音频的解码功能 T-COM版方面 逻辑主控为LG Display自家定制的芯片 旁边有三颗滑邦的内存颗粒 相比27英寸的版本多了一颗内存颗粒 另外还颗4G的三星EMMC闪存 我们再来看一下面板部分 面板的下方有它的面板贴纸 形容为LW450CWQ 根据原厂面板规格书的描述 它是一块44.75英寸 3440×1440分辨率 240Hz的刷新率 原生10比特 雾面屏 2%的反射率 35%的雾度 原生色温为8500K 在3%的APL状态下 能达到亮度典型值为1000L 常规SDA亮度为150L 但在实际的测试中 45GR95QE的全频亮度 被提高到了200L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无论是它的做工还是用料 都是非常的出色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根据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37%的SRGB容积 色域天梯榜排名第34名 SDA亮度方面 实测最大亮度为395L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68名 主要注意的是 它的全频白点亮度为202L 以此成绩排名它排到了第131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无线对比度 对比度天梯榜并列第一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试 它全四角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试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5.4%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87名 表现比较一般 SDA单独设想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最高为868L SDA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6名 并且实景亮度也略高于27寸的版本 但它SDA全屏的亮度只有130L左右 SDA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线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梯榜并列第一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45GR95QE没有OD档位 灰阶响应速度达到了0.234毫秒 响应速度天梯榜排名第2名 表现非常出色 好了各位 我们先来对它的优缺点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800R的曲率是目前量产最弯的曲率 拥有非常出色的沉浸感 在赛车等竞速内的游戏中体验非常出色 2.采用的是LG最新一代的 240Hz WOLED面板 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3.原厂的面板规格数为150L LGE超规提高的200L 相比以往的WOLED提升是明显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优点我们表扬的是 它的调教和超规处理能力 150L和200L 我们都不认为是优秀的水平 4.在实际的仪器测试和肉眼观测来看 它拥有极其出色的可视角度表现 5.拥有满速48G的HDMI 2.1接口 EDID写入了4K的分辨率 对于游戏主机PC等设备的兼容性很好 6.四边微边框 优秀的外观设计 支架也得到了升级 同时它支持硬件校准 支持软件控制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亮度均匀度的表现是一般的 2.RWBG四色像素 再加上PPI较低 导致实际的字据显示是表现一般的 不适合办公等人群 3.SDR亮度和HDR亮度 都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同时建议加入HGIG模式的HDR调教 4.我们很少在评测中掺杂价格因素 但它1.5万的售价 我们必须说明 它的性价比是相对一般的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45GR95QE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们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声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